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前天我发了一个关于这个正式批带多久换的视频 然后就有好多朋友问我 他的车是正式批带还是正式链条 更有一个开轩逸车的朋友 他说他的车跑了这个八万公里了 是不是要去换正式批带 其实轩逸车从第一代开始都一直用的是正式链条 从来没有用过正式批带 所以说呢,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 咱们的车怎样来简单的判别是正式批带还是正式链条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式批带和正式链条长得什么样 这个呢,就是正式链条 和我们的自行车的链条啊 长得很像 他们的结构啊,原理啊,基本上都一样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正式批带 它是橡胶制品 正面呢,有一圈这个牙齿 这个就是正式批带 正式链条呢,是不用换的 没有哪个厂家说自己的正式链条要定期更换 或者定期维护 只要不出问题 这个东西是免维护的 大家一定要记着啊 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 正式链条是不用换的 只有正式批带有使用寿命 这个要按公里数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我那个视频啊 只要你是正式批带的 都有一定的更换里程 好,现在咱们就到车上 我给大家现场说一下 咱们的车怎样来区分是正式链条还是正式批带 下面我就告诉大家怎样来区别 咱们的发动机是正式链条还是正式批带 首先我们站在车的正前方 如果你是这种横置发动机的 就是在你的左手边 发电机批带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站在这里 看下面这个侧面这个壳 如果这个壳上下 从上到下 像它这个啊 从上到下是连体的 是一体的 而且这面呢 接缝这里啊 打得有密封胶 那它呢 百分之百就是正式链条 如果这个中间 有这个接口 它们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这种呢 可能是 尸齿的正式批带 不过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小排列的 无人增压上 像本田福特 这些车型 大部分呢 这侧面如果是铝的 基本上都是连体的 这种呢 都是正式链条 所以是免维护的 大家不要去考虑更换 还有种呢 就是现代车型呢 上面这个七门石盖啊 不是像这辆车一样 到这个位置没有了 它是直接从这面 一直通到这面 但是下面 也是这种铝壳 而且侧面有密封胶 那它呢 这种也是正式链条 大家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现代车型的 所以说 只要你看到你的侧面 是这种铝制的啊 那百分之九十 都是正式链条 如果再看到有密封胶 而且上下还是 连体的一体的 那更能确定百分之百 就是正式链条 所以说这一种是免维护 大家不用去考虑更换 什么时候有问题 什么时候咱们再维修 好 现在咱们看一下 这个正式皮带 如果你的车的发动机啊 像这一种啊 是这个 纵制的发动机 那就是车头这个位置 也是这个发电机皮带这个位置 看这个壳体 不管是分体啊 还是连体的 只要它这个上下都是塑料的 那百分之百就是正式皮带 如果是上半部分是塑料的 只要它这个塑料的和这个漆明石盖啊 不是连在一体的 可以单独把这一块拿掉 我们能看到明显的接缝 那它呢 也是正式皮带 然后一些朋友问我啊 我看我的正式皮带没有什么列文 但是现在已经跑了多少多少万公里 需不需要更换 我就纳闷啊 这正式皮带一般啊 不是专业的人员啊 很难看到啊 必须要猜东西才能看到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皮带 像这种皮带啊 我们肉眼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皮带 它都不是正式皮带 我们的正式皮带 我们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只有拆掉一些配件 拆掉一些壳体 我们才能看到正式皮带 所以说大家直接能看到的皮带 它都不是正式皮带 都是我们的发电机皮带 或者是压缩机皮带啊 一些外附件的皮带啊 正式皮带我们是直接无法看到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其实10年之后的车型 基本上都是正式链条 特别是家用车 像一些日系 美系 韩系 基本都是正式链条 很难看到正式皮带的车型 正式皮带呢 主要都是欧洲车多一点 像大众啊 标志雪铁龙 这些车型多一点 所以今天啊 就想提醒朋友们 最起码对自己的车 有一定了解 不要到时候真的有些人 自己的车是正式链条 跑到修理厂 让人家给你换正式皮带 再遇到一些心如不正的人啊 真把你给忽悠了 真把你给坑了 到时候什么也没换 就告诉你正式皮带换过了 所以朋友们 如果有不知道自己的车 是正式链条 还是正式皮带 可以回去啊 参考小韩这个视频 看一下自己的发动机 是正式链条 还是正式皮带 如果有什么地方 不是太清楚 可以在评论区 给小韩留言 我都会给大家回答 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有什么其他地方不了解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用车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给小韩留言 小韩都会一一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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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